台东元宵节举办骏马银春炸邯丹系列活动 从13号一直到17号 市公所安排了两场炸邯丹的民俗活动 13号晚间由邯丹堂真人肉身应战 17号晚上还会在海滨公园举办烟火之夜 邀请玄武堂邯丹爷披挂上阵 台东市炮炸邯丹爷为元宵节系列活动掀起高潮 民众乐情貌语体验炮炸邯丹的震停威力 由邯丹堂真人扮演的邯丹爷双教赤博上阵 勇敢接受炮火洗礼 我们在这几年有大家共同的努力跟打拼 让我们台东能够越来越旺越来越发展 广场上嘉宾云集 市府邀请民众前来台东体验连续五天 炮炸邯丹的震撼力 感谢陈市长跟台东市公所 每一年都为我们办理一系列的元宵节的活动 让台东的元宵节增添了很多热闹的气氛 希望预祝我们今年一连串的元宵活动 顺利圆满成功 各位来自各地的好朋友 能够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穿上时速相信 炸邯丹能驱饿招财其福 越炸越旺 活动邀请东方艺术团 池上预胜馆 邯丹堂等团体安排行尸 炮炸邯丹爷 龙镇等精彩节目 现场人潮涌起 炮身震天 2月17号 我们是在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 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炸邯丹 象征鸡马年 海域旺旺 百岳新盛 台东年日五天元宵节系列活动 将会在海滨公园烟火之夜最后落幕 新唐尔特电视 邀立芬 台湾台东报导